停工是傾聽一下民意 因為我所聽到的反彈聲浪非常大 韓國瑜市長一上任 立刻對高雄輕軌第二期 大喊暫時停工 因為爭議實在有夠大 現在更離譜 軌道還沒蓋完 車廂已經先買了 又浪費工堂又很離譜啊 對不對 為什麼工程都還沒有走 那邊就先買車廂啊 前朝政府狂砸30億買車廂 第一個車廂在去年9月 已經試車完畢 第二個車廂也在去年12月 抵達高雄 今年1月更預計會送來第三個車廂 前朝政府做事順序讓人看都沒有 怎麼軌道還沒蓋好 車廂已經簽約付錢 還已經送到了家門前 那天一會就問他 請問一下你先買車廂是要幹什麼 你要放在那邊做裝置藝術嗎 第一階段環狀輕軌主打觀光路線 車廂採用的是西班牙製的車廂 但第二階段車廂是向法國廠商進貨 不同公司不同設計 能不能相容整合更是一個大問號 萬一西班牙他提出的是 機電軟體我要重新做 我要配合法國車廂 我耗製我還有月台 我還有車廂的輕重量都不一樣 那我想請問各位 所以等於軟體又可以再扒一層皮了 軟體除了扒了一層皮 最後還涉及到維修 二階輕軌民眾反對聲浪沒停過 但前朝政府不顧民怨堅持硬要蓋 車廂硬要買 現在問題都還沒解決 30億輕軌車廂爛攤子 硬塞給新任的韓國瑜市府 前朝官員拍拍屁股走人 讓韓市長一顆頭兩個大 記者梁家文黃旭雲高雄報導